刚才有一位来宾问的新加坡的状况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政府 最主要就是以经济作为挂帅 以经济为主 所以我们的经济的状况 其实我们的今年的经济增长 保守的估计是两回数 政府已经公布说我们缺十万个人口 我们需要外来多十万个进口的人口 所以政府相信将来的日子能面 如果能够用新加坡乐林这一块 或者家庭主妇这一块来补进的话 可能就可以给新加坡人有更多的工作 第二我们也说我们政府要看得远一点点 其实我们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 他都鼓励你去有机会的话 去学另外一门的手艺 以防你原来的东西没有了 至少有另外一门的手艺 当你上这些提升课程的时候 政府愿意帮你付学费95个百分比 就是你去上课我帮你付学费 所以它是整个有连续性在里面 我也不讽认说生命的意义 不一定是只是做工赚钱 所以我们鼓励你就是 他也鼓励一些社团办活动 就是给退休的老人家有意义 过生命有意义的 就参加各种的热力活动 老人的就业 老人的学习 他们也希望能够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里面 我在讲我们是也经济挂帅的 因为他政府觉得说 当你能够照顾自己之后 就不会变成国家的问题 也不会给你的家庭造成任何的问题 就是你能够继续持续 65岁退休 但是你可以活到90岁 所以那30年是很长的 20多年是很长的 如果你能够延迟退休 一方面你有经济的收入 第二方面 你就可以使家庭的钱 轻量的负担 因为现在医疗费用 这些费用都很高 我们没有像你们这样有权吧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一生病的时候 其实可能不单单 他要承担到医疗费 也会转嫁到孩子身上 所以如果你够工作 你有医疗 你自己就可以储蓄 进到你的医疗储蓄保险部口 就可以减轻你跟政府 包括家庭的负担